好那小幫手等一下萬事就交給你了 什麼意思 我要去長鏡 什麼你要交給我 我說到的腳本不是這樣耶 哦完蛋了 今天時全給我們寄來了一個記憶體 T-Force的Xtreme系列 那我們前面會先從一般的基礎的超頻開始 畢竟我是新手嘛 所以說其實我對記憶體超頻也沒有很在行 那我想挑戰看看 因為最近有很多廠商開始在做一些 比較傻瓜式的記憶體超頻的設計功能 那我這邊有一張主機板 就是這個 這張主機板主打的就是便宜 性價比非常高的一張超頻主機板 那我今天就請了一個小幫手 幫我們來完成這個記憶體超頻 嗨 哈哈 等一下 嗨 大家好 我是貝爾 好 那我們今天要來做什麼 我已經準備好了 超頻 對 這張主機板你認識嗎 我看出來是微星的 我們採用的這張是微星的Z790 M-Power 它主打就是高性價比玩記憶體超頻 它採用的是1DPC OK OK 這張主機板我跟妳介紹一下 它就是微星主打性價比的我們剛剛有說過 然後這種1DPC的設計 沒有概念啊 它就是 以前的記憶體不都是雙通道嗎 雙通道有個問題就是 尤其是DDR5高頻率的很難上去 所以我們需要的是單通道的記憶體 所以它只有兩個插槽 每一個插槽都是單通道 直接獨立跟CPU連接 喔 那這個單通道它的優點是什麼 超頻性比較好 超頻性比較好 因為雙通道等於是你的訊號會經過一個 可是現在大家不是都喜歡用雙通道嗎 對 可是要玩極限超頻就不會長這個 它用的是那個數字 對 那個頻率 喔 所以這張卡就是主要專門用來超頻用的 對 這張版 喔 這張版主要就是用來超頻用的這樣 好 那小幫手等一下就萬事就交給你了 什麼意思 我要去掌鏡 什麼 你要交給我組 對 我會在鏡頭後面指導你 蛤 真假的 我組 腳本是這樣嗎 對啊 奇怪 我說到的腳本不是這樣 好 那我們第一步就是先主機板 主機板 幫我拿出來 好 真的是一步一個動作是不是 沒錯 拿出來這個步驟是最難的 小心不要割到手 我等一下如果割到手應該就不用自己裝了吧 不然然後我們直接做超頻的動作 驚喜 對到位之後卡下去就可以 喔 這邊嗎 對 喔 是不是很方便 嗯 這就是這個裸車架的優勢 然後我們這次為了評測我們得搞一顆i9-14900K 剛好我們工作室的展示機就有一顆i9-14900K 並且那台展示機也是我們的剪輯主力機 我就直接把它從上面拆下來了 這顆是哪一顆你知道 我剛有看i9-14900K 對 香的 之所以我們會採用i9-14900K是因為 這顆CPU比較不會造成效能瓶頸 我們希望把效能的差異全部都留在記憶體上面 它已經是最高規格了要有什麼瓶頸 好 這是我沒有開過這個 旋轉 喔 喔 我至少也是組過幾次電腦的人 所以 這些我還是 箭頭 對箭頭嘛 對吧 好 我們 裝CPU的時候 它這邊兩邊有沒有看到有一個斜帶握槽 它是讓你救手好用的 所以我們會握側邊 喔 裝 壓下去 再把這片拿起來 接下來是電工是吧 反正就是這樣子然後我們再來接線對吧 對 現在就要接線嗎 好接下來是我們的硬碟 對 硬碟是用十全的Z44A喔 它拿不出來嗎 這樣加分啊我覺得 這個水冷品牌是中國的一個品牌 ID Cooling 它的質感做得超好的 它這個是Space系列的 它每個Space有看到嗎 對 Space 然後你可以給大家看一下它的冷頭 LCD螢幕的 它是帶螢幕的喔 這個配件盒很特別 你可以打開看 都特別 那我來鎖土機板 接下來要裝冷頭 這個是三熱膏 特別準備的高級三熱膏 30克1100耶 這個是算是高級人情膏 人情膏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可是買來都很大罐 要用多久 我可以這樣擠嗎 擠超多 我撕下來了喔 好 然後這樣 作用 記憶體 16GB兩條 但是我們要把它做成單通道是嗎 沒錯來把它割開 好新喔 要看嗎 好美喔 很漂亮 我說記憶體 我也知道啦 就這樣子 好 再來是微星的4060顯卡 這樣卡很小耶 很特別耶 因為我沒有看過長這樣子的顯卡 通常都是那種 兩顆或是三顆風扇 就是你沒有經歷過這個 對啊 因為像之前我自己用是3060Ti是三顆風扇 然後這種是只有一顆然後很大顆 擦顯卡的時候通常會很愉快因為 基本上就是接近最後一步 這樣子就有擦就就就卡住了嗎 有 好 好 很硬 下一個環節就是 見證帳啦 看我們貝額組的電腦 能不能正常開機 一定可以吧 開機而已 那如果成功開機這整組我可以帶回家嗎 我們今天不是辦這個比賽 要來開機囉 喔 有沒有成功呢 太久了吧 有啦 看到這個熟悉的龍就安心了 看到這個 就代表我可以把這整台主機帶回家 不錄了不錄了 不錄了不錄了 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今天用的超頻記憶體是 十全T-Force他們提供的 Extreme DDR5 那這一條16Gx2 7600MHZ 它就是為超頻而生的一個系列 Extreme系列 好 這個畫面有很熟悉嗎 有有很熟悉 這個是BIOS 操作超頻 我們都會在這裡操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預設頻率 它現在預設頻率是5600 就是原始的頻率 那我們要先來做最基礎最基礎的超頻 說到7600嗎 我們進到memory這邊 這是簡單模式 你可以用進階模式超頻 那我們先用簡單模式超頻一次 對 這裡有個SMP profile 這是它原本原廠寫好的 這幾個profile 我按1 profile1是7600 profile2是6000 沒那麼激進 那我們直接用 設定檔1來試試看 按F10可以存檔 然後存檔並重開機 現在這個狀況就是在超頻嗎 對調完了 要進入BIOS確定它的數據 然後還要進那個 系統燒機測試穩定性 確定它不會當機 就是一定要先調整過設定 才會到這種超頻寫的速度嗎 沒錯 如果你可能買頻率很高的 那就是浪費 如果你買的是剛才5600 那當然沒差 一分錢一分貨嘛 它的頻率越怪代表說 它顆粒特挑 顆粒一定是有分 超頻性比較好跟超頻性比較爛 對它就把好的 拿去做高頻率的 測不過就往下打 賣便宜一點 好的賣貴一點 所以這樣有成功嗎 有 7600 對 我們第一次超頻就成功了 它這個超頻還是比較算是 預設超頻 就是Intel有跟技巧上合作寫出來這個SMP系統 這個SMP就是 有點像是預設那個主態 就是設定值 都寫在裡面了 只要按下去就可以開啟 就可以超頻了 很多新手會犯的第一個錯誤就是這個 什麼意思 組完電腦之後忘了開SMP 所以你從頭都沒開過 那你今天回家可以檢查一下 對不對 那我要回去看一下我的記憶體是買多少的 好回去看一下 我們剛才調完SMP嘛 就要來做燒機 測試它的 穩定性 那我們測試穩定性用的是 AIDA64 AIDA64這個軟體 然後我們監控它的數據我們會用 我會採用HW monitor 它這邊會顯示電壓瓦數 使用率溫度這幾個重要的資訊 穩定性測試 記得這些都要勾 Stress Local Disk不要勾 會增加硬碟的耗水 不建議對硬碟做壓力測試 好 那我們開始 要燒20分鐘 對 我們如果是以出貨來講 我們短燒機是40分鐘 哦 哦 對那我們如果是長期燒機是8小時 所以你如果幫人家組電腦都要燒機哦 對所以我們交機的速度會比別人慢很多 為什麼要燒 你不會想要買一台電腦的時候拿回去 哇這個什麼不穩這個不穩 然後又要報回來 又要幹嘛 這體驗很差 哦 對啊我們就是以服務至上 可是還是有遇到一兩個 這個我得老實講 就是 在我們這裡測沒事 在他家測有事 哦真的 那我們是不是要交叉測試看 我主動去出問題對不對 交叉完一輪之後都沒問題 可是呢換了地點就有問題 很明顯就是要壞房子 電壓 對 房子要拿去保修了 嗯 然後我們到實測開機的環節 那現在就是要測我們開機到 鏡桌面 然後再到Steam開啟的時間 我們先從未超頻開始測試 看一下未超頻的情況下 我們開機到開Steam到底要花多久 而且我們還安裝了Wall Paper Engine 要來模擬一般使用者的環境 好準備了 好 同時 等一下哦 等一下等一下 我沒準備好 好來來來 3 2 1 停 攝影其中就停 停 有點完 沒關係 38秒左右 大概38秒 好那我們現在超頻到7600了 我們來測試一下 超頻到底對開機有沒有影響呢 會不會影響到開機的速度 好我們倒數哦 3 2 1 用鋼筆 所以我們這個可以證實說 記憶體超頻對開機速度並沒有影響 主要還是在於你的硬碟 對我們現在硬碟超頻前超頻後都同一顆 所以就沒有這個問題 好 那我們進入遊戲實測